哈喽大家好 这是今天随便吃一点的成绩 今天我们要去打开一家茶点自助 广州的茶点自助真的是屈指可数 这应该是我能查到的一三家茶点自助 他们家只有做中午这个时间段 价格98块钱 地点在一个五星级酒店里面 中心黄逛价值酒店 就是老广说的六三层百月楼 那我们话不多说 就是吃完吃到两点是点仓点到两点 吃到两点 吃到两点 对 茶叻他们这边不是工夫茶 用的是这种大火茶 其实我觉得这里的话他们的环境还不错 就是桌子之间的间距太小了 显得有点太吵 但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去吃早茶很常见的问题 然后这边来吃的话 基本都是广州人 然后菜单上我觉得是按种类来说的话 我觉得是够吃的 就平时你想要吃的一些东西 基本在这里都可以点得到 你好 我问一下你们的中午的制度商是周一到周三 周一到周五 周一到周五的话是做设价的 如果是周六跟周六也有就是原价 周六周日也有就是原价 所以他们这边的话周一到周五的价格是98块钱 然后再加一个11块钱的那个炒威费 周六周日过来的话就得按原价 158然后再加炒威费 就第一轮的话我们点的都是一些基础框 凤爪 金钱卤 虾饺 汤包 烧麦 这个应该是排骨 这个也是凤爪 就我觉得他这个金钱卤水分有点太多了 稍微少一点点会更好一些 就他的皮我觉得不算厚的 而且里面的虾仁其实挺王政的 凤爪 真排骨 其他排骨大小其实挺大的 就截止到目前吃到了这些东西来说的话 我觉得是对得起他这个价格的 我真的好久没有吃金钱卤吃到这么爽的 红蜜肠 其实他已经达标了 只是我觉得他外面这层红蜜皮可以做的更好一些 就他里面这个虾仁其实我觉得挺饱满的 那个酱汁咸了一点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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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就以前面这些来说的话 我觉得稍微不足的 就是那个筋鲜度 味道稍微淡了一些 然后那个小笼包汤包 我觉得稍微是有点腻 但咱们也说实在的 就是小笼包汤包这种东西 就不管哪一家店来说的话 多多少少会有些腻 黑椒味的猪肚 猪肚的那个烧味 其实我觉得多少还是吃得出来一点 其实牛排也好像在茶楼稍微比较少见 我怀疑它怕我继续点 给了我一份特别大的 可是我觉得这一份在普通的茶楼 都可以做成两份的 这我最后叫的糯米鸡 它上面加了一层汁 是在那个糯米鸡上面 就吃起来的话是有点坏坏的 有点像在吃那个 芝士菊虾或是芝士菊生蚝那一类的 我严重怀疑 他们家的厨师 就是想提前下班 芝士菊生蚝那一类的 用不用多给钱 就吃你们吃太多东西 用不用多给钱 不会把你们吃货吧 不会 那我下次还能来过 我下次还能来过 不会把你们吃倒闭的 有一说一 他们这一家店 我觉得环境其实还可以 就至少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比很多 绝大多数普通的那种酒楼 环境要稍微好一些 然后服务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他们会存在一些漏上 或是上菜慢的一些情况 但是面对这个问题 其实我一向的态度其实还好 就你慢了就吹 少了你就再加就好 然后他们这一家的出品 我觉得他们这一家的出品 其实你要去对比一些稍微好一些的 比如说广州酒家淘淘居 这一类的它比不了 但是对比一些普通的一些茶楼来说的话 它比一下又有 就所以工作日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你能解决掉五份六份 你就可以选择过来这边吃 但是你就能吃个两份三份 那我觉得就算了 好啦886